第十九题 小兰想分离食烟与沙粒的混合物 他设计了下列实验 甲将食烟与沙粒的混合物倒入水中搅拌 以混合物的水溶液以滤脂过滤 并滤液倒入蒸发明中 在陶瓷纤维网上加热至蒸干 从以上四个步骤 小兰无法获得哪一项科学概念或方法 那么甲了解物质对水溶解度的不同 我们将粗盐融在水中的时候 就有所谓的可融跟不可融 所以这可可以了解 那么以步骤式了解物质的颗粒大小不同 我们做的是溶解过滤法 通常强调的是溶解度的不同 当然能过滤跟不能过滤 与颗粒大小有关 这个也算是对的 C 丙步骤 结晶法是利用物质废点高低不同 收集废点高的物质对 蒸发结晶法 费点低的会先跑掉 费点高的会留下来 然后我们让它形成晶体 所以呢 C 也是对的 猪 夹以柄三步骤 共有两个物理变化 一个化学变化 这个是错的 我们这里面的不论是溶解过滤法 蒸发结晶法 通通都是物理变化 没有化学变化 第十九题问我们说 小兰无法获得哪一项科学概念或方法 我们答案选的是猪 夹以柄三步骤 共有两个物理变化 一个化学变化 感谢大家的声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